清北恢复校园育月参观通道了 来清华园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些地方 艺术博物馆展览多还很出片 水目清华清华里的园中园 景春园康熙皇帝的行宫 在逛逛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 可以在林林阁登高网园 等等 其实前面全都是我的幻想 清华大学的门校 压根没约到我也没进去 但是我和游客们一样 我来到了清华的门口 现在这边大带气温有40度 不瞒大家说 我站在这穿着凉鞋我都烫见了 但是我的周边全都是小朋友们 以及带他们来的家长 我有点纳闷啊 为什么这么热的天 这些家长还要带孩子们来呢 我也和几个家长聊了聊 给大家听一听录音吧 老师过来的 喜欢来啊 他喜欢这两孩子喜欢来 想进去上学呗 想进去上学先来看看 对先来查点 先来查点不要到时候不知道路 孩子说这是你们想在这儿来 我并不想 孩子来到这个地方 要受益多一点 我们可能要看的话 就没有必要去看学 想让孩子看看人家 这儿人咋学习了啥的 那那每个最梦的地方 其实家长的这些答案啊 一点都不难猜哈 北京这么大老远的来都来了 怎么能不带孩子来清华北大看看呢 为了满足孩子们给娃从小树立远大梦想参观清华北大的这个美好愿景啊 从7月8号开始呢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暑期对外校园参观了就正式的开放了 游客可以在小程序上直接预约 时隔三年之后啊 清北的大门终于又对外敞开了 只是每天放出的票数有限 具体几点钟开始放票 预定方法 我给大家总结好了 给大家贴图附这儿了哈 约到了之后 您就照着我视频开头的那个公约去玩就行了 我在清华大学门口啊 待了近一个小时 据我观察啊 基本上都是带着娃照完了清华照北大 然后热的够呛在路边乘凉 其实清北这条线路的玩法很多 您拍完了之后带着娃去颐和园圆明园 这属于常规玩法啊 但如果呢是有点累有点热 我其实推荐大家室内加户外的这种参观玩法 比如说您在清北拍完了照片 就预约一个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这个门票 这个博物馆啊是可以单独预约的 而且票量也比较充足 基本上提前几天预约都能约到 而且票价也不贵 带孩子去乘乘凉 接受一下艺术的熏陶 是不是也挺美的 再或者啊 您觉得清北这边实在是太热了 劝退了 那带孩子来北京长知识 树立孩子的远大梦想 也还有别的地儿 比如说呢 像孔庙国子间这些地方都行 那边玩的地方呢 也有很多路线 我也给大家标好了 如果呢 您是想带孩子去博物馆 那亲子友好的博物馆 北京可太多了 直接给大家附一张图 在这里呢 提醒大家 北京好玩的地方确实多 但是最近天也确实热 提醒您一定要早出发 再给孩子带足了水 再给孩子带个帽子 实在太热 就找地方吹火空调 一定别带着孩子 这种特种兵式的拉链玩法 在身体最重要 想看什么攻略 留言给我 我替您新趣探探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